海鴻閘門突然發生故障放水 把下游露營的遊客給沖走 台中兩戶人家到南投仁愛鄉 五屆一線天附近去露營 沒有想到清晨正在熟睡時 上游台電大關發電廠 居然是因為閘門發生故障 連續自動打開了兩次 滾滾河水就這麼無預警的 往下游沖刷 造成賴欣跟卢西兩家人 三個大人 兩個小孩 就在睡目當中不幸被沖走 而其中賴欣父親 在第一時間自行脫困游上岸 但是他的妻子跟兒子 還有另外卢欣父女黨 通通是被清水給沖走 目前六歲賴欣男童跟媽媽 還有十二歲卢欣女童 已經被人發現了 但是都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而卢欣父親仍然是下落不明 大便船隊員全風武裝 搜救直升機來回搜索 路空同時進行 想都沒想到 來自台中太平的和北團兩家人 利用假日開鮮出遊露營 卻天然永隔 兩家人的車輛停放在旁 車輪整個縣界河床裡動彈不得 搶尖水流導致車頭還卡了泥沙 雨刷更是被沖得東倒西歪 現場留下鞋子 帳篷 吃過的餐具等物品讓人看了 觸目驚心 不能下去啊 那常常有遊客下去嗎 我們我們我們會劍達 白天可以一直到下午4點 然後不能留在河床 發電廠河道竟然有人野營 現場告示牌清楚寫著禁止進入 難道仍安詳 五街霸知名景點一線天 13號凌晨5點 為在上遊的台電大關發電廠 第6號閘門 因為故障突然兩度自動開啟 導致滾滾溪水直接往下沖 時間長達半個小時 當時從台中來的兩家人 共6人聯姻團在河床搭營 但臨城熟睡中根本來不及反映 造成5人被沖落水 其中賴姓父親緊急自行游上岸 但成親妻子和兒子 以及另一家盧姓婦女党 共4個人通通不幸被溪水沖走 其中賴姓男童和媽媽 以及12歲盧姓女童被巡禍時 已經都不幸溺斃 一切之間和家人天然永哥 魯媽媽站在岸邊不乏一雨 無欲緊放水的五介霸大關發電廠 相距沿逸地大約4公里 被沖走的大大小小 被發現地點更距離 事發地到3到5公里遠 可以想見事發當時水流之大 不過根據地圖表示 上游數就有一處合法的森林露營區 而超過死劫的魯媽媽說 當時他們搭了兩個帳篷 因為空間不大 自己睡在車上 第一時間聽到大水急促聲響 下車急忙查看 發現他們被沖走 趕緊爬到車頂 並透過手機賴光是一分鐘內 就發出了8個求救訊息 雖然第一次來 但賴信友人等人已經來過4次 而附近居民也透露 五介一線天是殖民景點 假日露營人潮 更曾經達到2到300輛車 如今傳出消息令人不聲唏嘘 接著曾如晨南投報導 這一次到南投五介山區露營 發生意外的這兩個家庭 他們是分別住在 台中市北屯區跟太平區 他們的鄰居知道惡號 都覺得非常錯愕跟不捨 其中賴信一家人 一家五口三代同堂 他們平時跟鄰居的關係 也都是非常地好 大家都知道 賴信男子喜歡去露營 但是沒有想到 卻從此失去了妻子跟兒子 而另外住在太平區的盧家 他們在出發前 鄰居還有提醒他們 現在可能是雨季 最早刪去露營時很危險 而當時盧信男子還說 他想車女兒剛開學了 帶女兒去放鬆一下 沒有想到卻突然發生恨事 天然遠隔 虎信女子的臉書中 時常分享著登山的風景照 或是和親友露營的開心合照 臉上總是洋溢著幸福微笑 只是萬萬沒想到 12號和朋友來到 南投武界山區露營 先生和12歲的女兒 卻在睡夢中被大水沖走 一家人再也無法團圓 在伏冰營的大兒子 也立即趕往現場 原本一家四口 住在太平區這個社區內 如今發生憾事 鄰居都相當難過 怎麼也想不到真的發生危險 鄰居悲痛不捨 而同行的朋友賴欣一家人 住在台中市北屯區 鄰居得知2號 驚呼無法置信 賴欣男子和父母太太 還有6歲兒子 一家五口三代同堂 是鄰居間出了名的幸福家庭 卻在最愛的露營碰上意外 失去了愛妻和兒子 從此天倫夢破碎 賴家四養的狗狗 守候在家門口 卻再也等不到小主人回來 一趟露營之旅 卻發生這樣的意外 親友們都無法接受 今天從王一璋台中報導 五屆霸閘門故障 造成兩個家庭發生悲劇 負責的台電公司坦承 的確閘門有異常的放水 先是在凌晨4點12分 6號閘門異常打開 而且時間長達半個小時 直到4點43分 發出了水位異常警報 台電值班人員當時才發現了 緊急把閘門給關掉 沒有想到到了5點08分 這閘門又自動打開 雖然當下馬上就關起來了 但是到了6點50分 他們就已經接獲通報 說下游有人被大水給沖走 台電強調 吳建霸每半年就會檢查一次 那麼下一次的檢查時間是10月份 沒有想到在9月就發生意外 重回事發現場 立即吸床已經趨於乾涸 但就在凌晨上游水壩閘門意外開啟 滾滾洪水將在這裡 扎音的兩個家庭直接衝走 6號閘門自己開啟 自動開啟 不是人為操作的 自動開啟的時候沒有警報 但是水位低下的時候有警報 警報的時候 值班人員才發現才趕快關起來 主管這座水力發電廠的台電坦岩 五街霸六號閘門 兩度異常開啟 第一次是在凌晨4點12分 突然開門放水 半小時後 水位異常集訓響起 值班人員才發現 緊急關閉閘門 沒想到5點08分又來一次 當下立刻關閉 並且直接斷電 不過這段時間 放出去的水已經量貨 6點50分 接獲當地村長通報 下游已經有民眾 被衝走 我們也不曉得 到底是什麼原因突然現行 因為平常的話 台電一定會有廣播 會實現廣播 這一次完全沒有 突然這樣放水 有四個人被衝走 迴響事發當時 完全沒有廣播警報 水來得又快又急 毫無徵兆 違反水立法 現行要提前 一小時通報的規定 現在已經搜救為第一優先 我們目前暫時不會 啟動他們的任何動作 下游等事故願意查明之後 再跟各界做一個報告 台電強調 人民關天 先救人 再救責 水里署也下令 全台水庫閘門 全面檢查 杜絕意外 又發生 記者曾路成 南投報道 發生意外之後 讓喜歡露營的民眾都擔心 在哪裡露營才算是安全的呢 有露營專家就說 其實在河床上 本來就不應該扎營 尤其台灣溪流比較短 因為降雨量大 吸水暴漲的速度太快 可能會因此逃生不及 幾個判斷的方向 提供給大家作為參考 包括通常只要看到地面 光秃秃的一片 沒有長植物 就表示 這個地方經常被吸水沖刷 扎營是會有危險的喔 而交通部觀光局 也積極宣導民眾在露營前 應該要先上觀光局露營專區 選擇合法的露營場所 通常露營區跟吸水之間 都會有一段距離 撐開支架搭帳篷 體驗扎營樂趣 近年來露營活動特別受歡迎 但專家提醒 露營地點一定要慎選 河床邊扎營 像現在這邊看起來似乎很安全 但是這幾天天氣不穩定 萬一吸水暴漲 有可能會來不及逃生 河床太短的話 它山上發生雷震雨的話 就很快就會下雨 下雨的話 水就很快就會沖下 吸水流下來會沖刷 沖刷的話 它上面就不會長草 更不會長樹嘛 所以你在這邊你 搭營這樣 那當然就是很危險 露營要注意 吸水突然變混濁 有可能是暴漲前兆 還有戶外也要小心 遇上毒蛇野風 想在西邊野外露營 增加建議最好選 這種合法營地 露營區與吸水 有一段距離 高低落差大 高處扎營 有人管理最安全 這種地方哪裡找 觀光局已經幫你整理好 先到露營站區去查詢說 他要去露營的區域 是不是合法的點 照消費者保護法的規定 我們都要求說 那些露營 經營露營區域的業者 或者是中央部位的各機關 必須要把這個資訊揭露在網站上面 如果要前往水庫附近 或特殊區域紮營 也要事先上管理單位網頁 看清楚適合露營的時段 提出申請露營活動才會有保障 記者這家蔡瑞如新北市報導 極客教員 台北市市林外雙溪 在今天早上驚傳有釣客受困 還一度被暴漲的溪水給沖走 在今天早上11點多 台北市部分山區其實向下了大雨 而當時兩名釣客 他們正在東吳大學旁邊的外雙溪釣魚 結果是突然碰上了溪水暴漲 來不及逃生 其中有一個人一度被水給沖走 場面相當的驚險 搜尽消防隊員即時趕到現場 最後兩個人平安獲救了 但是意外發生當時 其實台北就已經發佈了豪雨特報 民眾依舊冒險去釣魚的行為已經觸罰 最高可以開罰5萬元 警校穿上潛水衣 大家合力緊拉繩子不放 要將兩位受困釣客拉起來 一旁河流湍急 水聲轟隆隆 滾滾衝械而下 受困民眾垂吊在博坎邊 驚嚇指數破表 僅消費了好一番功夫 才將兩人救起 幸運獲救兩人抱在一起相擁而泣 他們年齡都超過50歲了 在台北外雙溪釣魚已經釣了十幾年 碰到溪水暴漲而受困還是頭一遭 因為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台北市林區外雙溪降下滂沱大雨 兩位民眾在13號早上11點多 來到橋下釣魚 碰上溪水突然暴漲 兩人來不及逃生 受困在沙洲 其中一人還一度被水沖走 場面相當驚險 只要上游一有好大雨的發生 它其實在水位的暴漲上面 其實速度非常快 釣客受困 情況危急 警消抓時間救人 39年前 民國70年1月23號 外雙溪也曾發生上游提拔 無預警洩洪 造成下游溪水三所學校 共15名師生溺斃的悲劇 這回兩名釣客幸運脫困 但其實意外發生當下 台北市已經發布豪雨特報 民眾冒險前往釣魚 已經觸法 可以開出最高5萬塊的罰環 民眾不要一聲釋法 更可能讓自己身陷險境 記者王氏人胡偉倫 台北報導 屏東線馬扎鄉 舊罰灣 還有八大園部落 近幾年被列入了文化資產 聚落建築之後聲明大造 人潮也不斷地湧入 甚至每到假日 一天會有高達三到四百人造訪 但是因為目前各項建設 還沒有完成 加上遊客經常是在 沒有登記的情況之下 不斷地私闖 現在為了避免發生危險 馬扎鄉長表示 直到明年元旦之前 都是禁止遊客前來的 回歸者將會報警取締 最高可以處六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 車輛停滿周遭 月網裡面還能看到有人搭起棚子 坐在瀑布旁乘涼 夏日炎炎 屏東馬家鄉舊罰灣和八大園部落 成了最佳避暑聖地 瀑布好漂亮喔 而且這邊很涼對不對 吸收負離自然的地方 對對不錯不錯 一窩風上山擋也擋不住 自從列入文化資產聚落建築 馬家鄉聲明大造 假日一天高達三四百人前往 這還不打緊有人不顧告示排警語 到瀑布攀岩溪水 很多學生大學生跑來這邊玩水啦 對他們自己的裝備這樣去休息啊 會擔心不是沒有原因 2016年曾發生四名運動用品店員 到瀑布遊玩 其中三名不幸溺斃 就怕遊客出意外加上舊罰灣和八大園部落 各項建設尚未完成決定開始管制 因為有些地段我們還正在施工 而且有一些安全措施還沒有做好 到明年的1月1號就會全面的開放 消息一出反應兩極 為了遊客安全和部落生態維護 不得不嚴格執行 有人認為不需要辦登山鎮 有人認為開放景點不必管制 無論贊成或反對 民眾還是乖乖遵守 以免遭到取締 記者蘇世偉屏東採訪報導 高雄一名五十三歲的送信婦人 上個月三十號 她從中國上海回到了高雄 就在美農老家進行居家檢疫 不過到了檢疫的第十三天 卻突然猝死 但是在事發前一天 她的弟弟還有隔著門跟她說話 在期間都沒有發生過任何異狀 好 不過在檢疫隔離期間死亡 讓相關單位還是不敢大意 立刻安排了相關的採檢 幸好最後檢驗的結果是呈現陰性 不過為了保險起見 衛生局除了要求婦人家屬 要進行隔離之外 也將針對婦人住家進行消毒 偷電錯外拉起封鎖線 檢警穿上防護衣全副武裝 進行財政調查 因為一名從中國返台的送信婦人 在居家檢疫期間 被發現猝死在家中 從八月三十號到九月的十一號 中間這十三天的過程裡面 她都是一個主義健康的狀況 根據了解五十三歲的送信婦人 疑死在中國從事護理工作 上個月底從上海搭機回高雄 在美濃老家居家檢疫期間 李幹事家屬房市都沒有異狀 十一號深夜 婦人弟弟還曾和姊姊隔門對話 但隔天下午婦人沒吃飯也沒有回應 弟弟入內查看發現姊姊已經死亡 立刻通報警銷 檢警不敢大意 十三號一早進行香驗裁檢 幸好婦人檢驗結果為陰性 沒有感染肺炎 婦人猝死原因和肺炎疫情無關 衛生局追查發現 婦人有糖尿病史 曾在北部醫院追蹤治療 研判可能是相關慢性疾病 引發憾事 儘管如此 但婦人在居家檢疫期間猝死 衛生局為了保險起見 仍要求和婦人 捅住一個屋簷下的弟弟 轉移居住地隔離14天 並安排防疫人員上門消毒 做好防疫萬全準備 記者張愁民王秀城高雄報導